1891年交流店致富尼古拉特斯拉 發明了無數的科技 你有看過早期電視機要轉台就必須跑到電視面前 到現今只要躺在沙發上按著遙控器就能通知轉台 這就是尼古拉特斯拉發明的 還有無線電報、奶燈、火星塞等等 他曾經在愛迪森的團隊工作 像神一般的他一個人可以超越一個團隊的能力 屢屢完成任務更超越愛迪森的預期 但愛迪森遲遲不肯幫尼古拉特斯拉長親子 尼古拉特斯拉一氣之下離開了愛迪森的團隊 在西屋電器的支柱下尼古拉特斯拉發明了交流店 也因此交流店開始排起了愛迪森主推的直流店 愛迪森也變成尼古拉特斯拉的死對頭 雖說愛迪森是發明自負 但也被後人說是卑鄙喪人 怎麼說呢?讓我說給你聽 米古拉特斯拉發現 交流店更容易把電力傳輸到更遠 電壓更高 更具有經濟規模跟市場 愛迪森為了鞏固自己的直流店不被打敗 開始用很多手段來證明 直流店比交流店更好 而最出名的就是用交流店電死生物 沒錯,就是阿貓阿狗,甚至是人 愛迪森開始在公眾場合演講時 竟然拿交流店電死小貓小狗 來抹黑交流店的可怕與不安全 引來眾人對特斯拉的反感 可惜當時沒有動物保護協會 不然愛迪森應該會… 愛迪森仍覺得小貓小狗不夠震撼 甚至又安排了電死一頭大象 誇張嗎? 更誇張的是愛迪森說服紐約州政府 用電椅來處決犯人 你知道後期成熟的電椅電壓是一萬兩千伏特 但當時電椅的交流店只有1000伏特 那是什麼概念呢? 當電流經過犯人時 會經歷很長時間的極度痛苦 甚至看著自己的身體肌肉冒煙發黑 最後犯人才會死亡 愛迪森就是透過這些手段來證明交流店的可怕 一百多年前在愛迪森與特斯拉的交戰之中 發現高壓電可以貫穿生物導致電擊致死 如果製作高壓電 但降低電流到非常小的程度 那就變成夏天每個人都需要的捕蚊拍 捕蚊拍跟捕蚊燈相同 都是透過電路將電壓提高 電流降低的一種技術 當蚊子碰觸到電網 就會聽到啪一聲 高壓電瞬間產生回路 蚊子當場咳屁 也因為電流很小 所以對使用者誤觸 也就能降低受傷的危險 但是被電到還是很痛啦 一百多年的恐怖電擊 現今變成預防登革熱 免除蚊子叮咬的必備良品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不問拍 對了,歡迎來到智慧棒頻道 是分享有趣的電子科技與創作的頻道 喜歡的話請訂閱並按讚喔 接下來我會介紹蚊子的種類與特性 來教你怎麼挑選博蚊拍 以及博蚊拍的電路架構 跟博蚊拍的維修技巧 那我們繼續吧 博蚊拍產品琳琅滿目 挑選博蚊拍變成一種困難 到底要怎麼挑呢 要先從認識蚊子開始 蚊子,一種讓人恨得牙癢癢的生物 每到夏天傍晚開始 我們身上嬌嫩的皮膚就開始如臨大敵 蚊子叮咬後又痛又癢 甚至會傳染登革熱等疾病 蚊子是一種通稱 就像獅子 也有美洲獅跟非洲獅等等不同的類型 當我們遇到蚊子 我把它分成四類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夾蚊 以及小黑蚊 而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就是登革熱傳染的幫兇 只有這兩個品種的蚊子 會傳播登革熱 要判斷是不是這兩種蚊子也很簡單 斑蚊 兩者皆均有相同黑白紋路的大長腿 至於蚊子的前段部位 有兩條白線的就是埃及斑蚊 只有一條白線的就是白線斑蚊 這也是我們在都市最常見到的蚊子種類 如果你發現蚊子沒有黑白相近的大長腿 那就很有可能是夾蚊 通常在鄉下或茂密的植栽附近比較常見 體型跟斑蚊相近 雖然不會傳染登革熱 但被釘起來還是會腫一包養到不行 最後就是小黑蚊 通常都會比較在身上出現 或者比較髒亂的環境 也會發現小黑蚊的存在 小黑蚊是蚊子的圓房精氣 本名叫做台灣霞萌 都是節肢動物們卻不同科 前面三種是蚊科 小黑蚊則是萌科 都屬於雙赤木的圓房親戚關係 因為是圓房親戚 小黑蚊的體型明顯要小上許多 飛起來安靜無聲 頂起來更勝前面的親戚 痛苦啊 又痛又癢 但好在他的口氣比較短 如果你穿有一定寬度的衣服 小黑蚊就沒辦法穿過衣服來頂你了 這四種是我認為最常見的蚊子種類了 那為什麼要先介紹蚊子呢 這跟挑選博蚊拍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小黑蚊提型小 所以如果使用環境有小黑蚊的存在 那博蚊拍就要挑選電網比較密的版本 不然小芝麻自居的小黑蚊就會上演方唐靖的經典台詞 我進來了 我又出去了 打我呀笨蛋 蚊子喜歡黑暗的環境 靜靜等待鮮嫩多姿的皮膚到來 所以你會發現關燈睡覺時 蚊子一直在耳邊嗡嗡叫 但一開燈 啥都沒有 但有一個例外 它只對一種光會被吸引 就是光譜波長在365nm的紫外光 所以常常看到博蚊燈透過紫外線燈管來吸引 又殺蚊子 紫外線光譜範圍很廣 從400到100nm都是 吸引力最強的波長就是365nm 365nm發出來的光通常都是水藍色居多 我們拿出光譜以來實測博蚊燈看看 你看最大光譜集中在365之間 這就是蚊子最喜歡的光線了 像這台量出來的紫外線光譜 接近395nm 對蚊子的吸引力就大大降低了 又殺蚊子的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395nm的紫外線光源比較便宜 所以常常出現比較低價 或是LED光源的產品上面 因為LED的紫外線光源加差又更大了 那我們怎麼判斷它用多少的光源呢 通常395nm的光譜 燈看起來比較偏紫色光 365nm的比較偏向水藍色光 你可以跟比較貴的博蚊燈來比較 明顯偏紫色的機種 又殺蚊子的效果通常就會比較差 這樣你就可以知道怎麼挑選捕蚊燈啦 選捕蚊燈先挑選燈沒錯 蚊子可以觀察到人身上的特徵 尤其是體溫跟二氧化碳 體溫較高的人更受蚊子的青睐 以及汗水所產生的二氧化碳也是蚊子的最愛 這兩個特徵就是在跟蚊子說 來呀來吸我呀 所以也有比較專業的廠商 會在博蚊燈裡面塗上光觸媒塗料 紫外線碰到光觸媒塗料會產生觸媒反應 一方面可以消除異味 觸媒反應會產生水蒸氣與二氧化碳 剛好蚊子又會被二氧化碳所吸引 同時捕蚊燈工作時電路會稍微發熱 如果發熱溫度跟人體相近 更會吸引蚊子的到來 所以有光觸媒版本的捕蚊燈效果會更好哦 捕蚊拍造型就像羽毛球拍或網球拍一樣 揮舞著捕蚊拍追著蚊子跑 這很靠眼力跟手動 如果眼睛本來就不是很好 而且打羽毛球時根本就常常接不到球 那你只能用接下來這一招 停在牆上的蚊子 蚊子不會一直飛 它也是會累的 仔細觀察就有可能發現蚊子停留在牆上休息 這時傳統的捕蚊拍因為角度的關係 常常會讓蚊子擺出嘲笑的眼神 因為有很大的空間會拍不到蚊子 這時你可以挑單面齊平的捕蚊拍 這樣可以把蚊子逼得死死的 甚至有可以伸縮的版本 對飛的比較高的蚊子也打得到 補蚊燈不貴 但也是如此 常常因為成本考量 內部架構通常都會控制成本而減化 導致容易用不久就壞掉的機率大增 那該怎麼挑呢 通常看到這種可以直接插交流電插座的比較容易壞 我們來插一支看看 為了成本考量 交流電要轉成直流電來幫電池充電 通常架構都是RC充電電路搭配內格電池 這種充電架構幫電池充飽後 人會一直不停的充電 導致內格電池常常會過充而壽命巨降 所以如果你選的博文牌是這種直接插試電的 記得充飽電就要拔除 不然很傷電池喔 或者你可以選擇裝乾電池的版本 沒電就換很方便 缺點是電池會隨著電量不足而電壓下降 那電池紋質的高壓電也會跟著下降 電力就會不夠穩定就是了 所以我覺得最推薦的還是這種 使用18650離電池版本 而且可以更換電池的設計是最好的 因為離電池一定要有專用的IC來實現充電 這會比差試電的版本更不怕過度充電 而且離電池的電壓浮動較低 輸出的高壓相對穩定 而且你還可以買容量更大的18650離電池來更換 使用時間就更無敵囉 家裡有小朋友的正值手鍵摸索的年紀 什麼都會拿來摸 所以避免自己被電紋拍電到 可以選擇這種三面網的結構 最外層是相同的極性 中間層才是另一個極性 這樣就可以防止手摸時不會產生回路 所以這樣就不怕被電啦 最後還有這種可以合體後變成補紋燈的設計 一機兩用也蠻不錯的 記得要挑選有紫外線燈的版本 這樣精緻在房間裡面才有誘殺蚊子的效果喔 我們來總結一下 有小黑蚊、選細網 補紋燈挑選紫外光365nm的駁長 有光出眉效果更好 補紋拍造型有針對牆壁設計的不錯 補紋拍建議選擇1860離電池版本 一機兩用的設計也可以參考 以上是選購卜紋拍的建議 如果你有更好的意見也可以在留言分享喔 我們把卜紋拍拆開 這部分是充電電路 幫電池充電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種擦拭電的充電電路都很簡易 所以很容易導致過充的可能 我們換另外一把離電池版本 這顆就是離電池充電IC 有專門充電的IC來管理 相對來說安全很多 也比較不容易壞掉 充電後就要來升壓了 我們的電池大約只有3到4V的電壓 就是靠電路來升壓到1000到2000V的高壓 電池會先到這顆電晶體進行電壓震盪 再透過變壓器提升到大約400V的電壓 這時400V還不夠 所以需要被壓電路 由二極體與高壓電容組成 像這款有三組電容跟二極體組成的 那我們就可以推斷400V乘以3倍 就是1200V輸出電壓了 常見的三組或是四組的被壓電路架構居多 最後這一顆電容比較大顆 就是為了儲存足夠的電荷 讓蚊子被電擊時電流會夠電死蚊子 所以說如果你覺得博文拍越用越電不死蚊子 八成都是這顆高壓電容老化所致 你可以更換電容甚至更換更大容量的電容 那電極能量就會更強喔 而且這樣改裝不會影響電路壽命 電壓還是一樣在1200V 只是儲存的電荷比較多 電極瞬間的電流就會大一些 因為成本淘良 電文拍架構都會很簡單 而且零件用料也可能也不會太好 所以損壞的零件通常都是這些出狀況了 先看看是不是充電電路損壞了 插上充電後看看充電燈有沒有點亮 如果沒有有可能是電池老化了 更換電池通常就會解決 若充電電路故障 那也建議不要維修了 因為如果零件不小心買錯規格來換 那可能造成充電不良的風險 所以更換電池人不行 那就建議不要修比較安全 再看看這些電線有沒有氧化脫落的 那也有可能是斷線 焊接回去就好啦 再來就是電晶體損壞機率也有 那可以用電錶量測電晶體的好壞 或是直接用電錶交流檔位量測變壓器的輸出側 如果有電壓就代表電晶體沒有問題 剩下最常見的就是這顆粗能的高壓電容了 最容易損壞的就是這一顆 可以用電錶量測電容值是否符合規格 通常都會因為時間久了電容的容量就會衰減了 你可以買一樣規格的電容 記得電容濫壓要挑選2000幅或以上的規格 電容值可以換一樣的或是更高的也行 換完之後就會發現電極的效果就會完美恢復了 好啦講太多該去打蚊子了 希望這次的分享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